我是鸡哥,一名帅气又多金的建筑师 我们一家四口住在由我亲手设计的大别墅里 今天是个好日子 老婆带着两孩子外出度假 而我留在了家中,继续那未完的工作 时间越来越晚,工作也渐渐的进入了尾声 突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这么晚了,会是谁呢? 打开门一看,差点没惊掉我的下巴 两个水嫩美女自我介绍了一下 黄头发的叫做安娜,而黑色的则是左翼 她们是来和网友奔线的 没想到却在这里迷了路 言外之意就是说,现在无处可去 希望我能收留她们一晚 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老婆的事 所以,请进 在这期间,我帮她们扣了网约车 软件上显示45分钟后才回到 在等待的时间里 我和两妹子进行了友好的,纯洁的谈话 但我发现她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勾引我 也许是错觉吧 她们这样的学生妹,应该不会喜欢我这种老帮菜 我刻意和她们保持着距离 但她们却越走越近,眼神越来越勾人 而话题更是露骨 听得我脸红心跳 我只能尴尬而不是礼貌地笑一笑 表妹上镇定自若 内心实则慌得一批 此刻,我也很想犯下 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但实在是,有罪欺没在待 后来,网约车终于开到了家门口 可两妹子借口换衣服 躲在浴室里不出来 我数到三,你们再不开门 我就进去咯 我保证不会偷看 呃,接下来是开往幼儿园的双层飞机 请各位怪叔叔自己下机 第二天醒来时 发现他们不在床上 谢天谢地 过去是走了吧 这样我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继续当个好男人 但接下来 我就发现我实在是太天真了 他们把我的大别墅 搞成了大型灾难现场 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架势 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开始慌了 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 接下来 他们就跟狗屁高耀色的 赖在我家里,捏都捏不走的那种 唉,真是 那啥一时闯 回头火葬场 对付这种不要脸的壁齿 直接打电话 让警察叔叔过来就哦了 但我万万没想到 他们却自称不满十四周岁 那一刻 我是有了神圣的纠结之中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这一年头 假奶粉吃多了 是容易早熟 如果警察真的过来 估计 我要吃半辈子冷饭了 我彻底没辙 真想亲手掐死他们 清晰的是,可能是被我的霸气吓到 他们终于跟回家了 我委屈一下 耽搁免费自己送走他们 接着回家收拾房子 销毁证据 假装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还是那个爱老婆的居家好男人 但我万万没想到 那个熟悉的敲门声又出现了 我出去一看 地板上掉落着全家福 接着我被敲晕了 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处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这要是平常 估计会很刺激吧 当场震惊也说不定 但现在情况特殊 实在让我无法正常应对 接下来发生的事 我都不好意思说 估计你们也不好意思看 其实我是反抗过的 想杀了这两臂事的心都有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杀他们的办法有千百种 我偏偏选择了最原始的 掐脖子 万万没想到 我因此又栽到了他们的手里 接下来又是绵绵无绝趣的折磨 这时老婆的经纪人来到了家中 总算他有点脑子 很快就猜到 他们并不是我的侄女 然后他发现了 被关在房间里的我 但是 等等 这种时候 不是应该先解开我的绳子 然后我们双剑和壁 痛宰他们吗 我也没想到 他就这样被两个壁尺 玩弄于鼓掌之间 最后 还把自己折腾死了 真的是 我有个发口无话可说 他们把设计处理了下 还伪装成 是我犯下的情杀 后来 藏在家里的墙被他们发现了 仗着武器碾压 他们解开了我的绳子 说要玩捉迷藏 收下了你可能不信 明明我可以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然后看准机会反杀他们 但是 我偏偏要选择逃跑 而且还可耻地绊倒了自己 唉 平常不断练 老赖对着壁尺空流 梁壁尺打算把我活埋了 只留了一个英俊无比的脑袋 取出我以为 他们是想吹抱我的脑袋 做成报奖鸡牌 可是我又太天真了 他们只是单纯在玩弄我而已 临走之前 还用我的手机 把昨晚的小吃小吃饼 发到了朋友圈 他们的游戏结束了 而我的灾难 却要开始了 接下来 该如何应对老婆呢 我在心中起草了一篇 盖人至深的稿子 我犯了一个全天想的人 都会犯的错 时至今一日 都是我咎由自取 错就是错 与任何人无关 我来自然的 我做了一天 就会发现 我去做一天 都会发现